我觉得反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不应该让我的孩子去承受这些 我叫西岩 今年46岁 在出国之前从事自媒体写作 2017年的7月份 就是因为刘晓波先生他去世了 十几个人 我们自发的就想去海边 举行一个小小的盗链河活动 点了蜡烛 现了花 第二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 也是突然就被七八个人了 然后登门 你完全措手不及 当晚在现场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能幸免的 大家都是关了28天到30天 全世界也好 历史上也好 就是去海边祭奠一个逝者 它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 但是他们就居然会把我们入罪 这是很荒谬的 我就认为我们没有错 经历了这些之后 我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做噩梦 每天晚上做梦的内容都是 还是仍然吃坦在看守所的那个潮湿的地板上面 几十个女人关在一起 他们在里面打架呀 斗鹅啊 时常我还出不来 一直就是在那个场景之中 所以这让我感觉很痛苦 在街上我看到警车 我都会感觉很恐惧 不自然地就会想到是不是来找我的 住在自己的家里外面有响起那个警笛的声音 我都会莫名地紧张 如果有陌生的邱门声的话 我都会感觉很恐惧 2022年年底的时候 这些城市爆发了白子革命 我的女儿也走上了街头 我当时觉得非常恐惧 我怕我的孩子被抓呀 被困制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再等了 我就一定要把他带出来 我们从广州出发 然后飞到罗马 在罗马停留了两天之后 我们直接到了墨西哥 就从那个边境墙那边走过来 我见证过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黑暗 那么我作为一个写作者 我的使命就应该是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我来到美国之后 一切都是要从头开始来过 我做过很多份工作 之前一直在国内没有尝试过的 就比如说去超市里面 做那个收银员 还有去理货 甚至仓库里面 就去做那些比较费体力的那些工作 但是我做一段时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因为我真的体力上还是不太行 前段时间就在做那个保洁 就是帮人家收拾房间搞卫生之类的 这个工作我觉得我还行 只要一天时间不是太长的话 我都还可以做下去 那我的生活稳定了之后 我会继续写的 我觉得我还是会回到中国 在多年之后 它的前提是 它已经变好了 就是那片土地 它会让我感觉不恐惧了 它会让我觉得有希望 我非常眷恋那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